美國現在極限施壓中國大陸 但是大陸很多領域是 彎道超車加換道超車 我們一起來看看 尤其是新能源車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很多比亞迪 寧德時代都非常強 比如說來看到 美國的福特汽車 為了要鞏固北美的供應鏈 宣布呢 要在密西根州投資35億的美元 要興建的是電池廠 那運用呢 運用就是中國大陸企業 寧德時代的技術 而且呢 生產車用的電池 We're competing And Michigan is winning Against other states and nations Because of our deep manufacturing roots Our tough talented workers And willingness to work with anyone who wants to get things done When the plant comes online In 2026 We will deliver One of the lowest cost batteries produ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good business And it's good for our customers 密西根州的福特厂呢 估計會僱傭大概是2500元的員工 並且在2026年投產 福特呢 會利用寧德時代的技術 還有服務的生產電池 將有助於更快生產更多的電動的汽車 又分析指出來說呢 這項新的設廠案 可以充分利用拜登之前的 所謂降低通脹法案 達到稅收的優惠 像投資也宣告說 福特會聚焦在發動這個電動車的 相關的領域 另外呢其實也看到說 中國大陸在很多的領域 尤其是電池 這個電動車的這一塊 真的在全世界也是非常強 對 電池這一塊 車用電池 中國大陸是最強 而且它已經造成一個規模經濟了 它在這個技術成本 它今天絕對是指世界牛兒 因為電池基本上 它要很多條件 就是說第一個你蓄電量要夠 第二個你充電要快 對 你不能一個電池 插電插三個小時 那如果人家是半個小時充滿的話 那你就沒有競爭力 所以這些競爭力都在這個地方 第二個就是說它的 安全也很重要 安全非常重要 你不能發熱 你不能出現 不能起火 不能起火 所以這些你不要看 就是一個電池 可是學問很大 對 那現在可能就是說 能夠進入到經濟規模量產 然後呢 在性能上表現又最近競爭力 然後價格上表現又最近競爭力 大概就是零的時代 雖然有很多人在講 它這個鋰電池 不如鋰鑫什麼電池 可是我看市場基本上還是 就是要用這樣子 還是鋰電池的這個 目前是直牛兒 所以我覺得福特它雖然是全 它是等於說它是全有資本 沒有寧德時代的入股 可是這些技術 這些整個生產的 這種製程 基本上都是專利 你不可能 你今天寧德時代 你把人家都拿來用 那個專利就有權利金 就是 寧德時代可以賺一筆 賺一筆 這個絕對是有利潤的 可是你知道美國 為什麼Michigan Michigan有一個城市叫Detroit 它是過去在20世紀的時候 那是出境風頭的 叫世界汽車首都 可是美國在70年代 80年代 Detroit 這個打不過被日本車打敗的時候 曾經讓這個Detroit 我去過那個城市 它那個整條街叫什麼 叫死亡 都是六七十層 四五層的大街 全部空掉 全部空掉 所以這個產業 真的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 真的是很恐怖 然後 然後 那個時代 美國就開始怎麼樣 美國就開始修理日本汽車 美國不是 因為你比我強了 美國不是回過頭來 跟福特講說 你們好好自己練功吧 他回過頭來說 你放心 我用軍隊去打 我用其他手段 去把日本人打垮 結果呢 搞得怎麼樣 日本汽車飛得到美國來生產 所以現在美國很多小孩子 他不曉得 HONDA是日本車 蛤 他以為HONDA是美國車 因為他以為都在美國生產 就是他們的 美國現在有 Toyota 因為這個名字比較日本 HONDA還有一些牌子的車 其實是日本車 可是已經被美國移到 是 日本 硬把他搶過來 搶到這裡 那當然他這個做法是很 可是這個寧德時代 倒不是說被美國搶過去 而是 我想應該是商業的一個合作的案例 可是寧德不只是在美國 你看美國今天福特 他想要發展電動車 他只找到寧德時代 你知道在匈牙利 寧德時代投了60億美金 那基本的對象是 德國的電動車 所以你今天 美國的電動車 德國 歐洲的電動車 都是寧德時代 你說這不是中國的時代嗎 對 就是說在彎道超車 尤其電動車這塊 光它的核心技術 這個電池這塊 我覺得中國已經跑到前面了 然後呢 現在被別人引進去 所以我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 美國想要跟中國大陸 做競爭的話 他如果老是用要破壞別人 老是以為可以把中國這個 賭你那個科技 為你那個貿易 就可以把中國打款 不可能 不可能 時代已經過了 你光看寧德時代 今天美國過去 這個福特 美國是汽車王國 然後呢 福特是美國汽車之王 底特律是美國的汽車之都 世界汽車之都 現在把寧德時代找去 所以就是說 進入了電動車時代 我想也是中國汽車時代 開始怎麼樣 發光發熱的時代吧 對啊這就是換道超車 剛剛大使講對了 就是說寧德時代 現在已經變成是中國時代 在電動車的這一個產業 那美國常常是怎麼樣 用軍隊力量 或者是拳頭去打壓世界第一 但是剛剛大使也說 這一招沒有用 其實呢 美國的前財長桑莫斯也說 美國應該是補充或加強自己的能力 不是你天天拿著拳頭去抵押別人 或者是遏制別人 這個對你美國自己競爭力又沒有幫助 你把別人打垮不見得打得垮 譬如說我們講了好多次了 這個華為不但沒有被打垮更強大 那更多中國大陸不只華為寧德時代 比亞迪這些都很強 好的確是如此 現在呢中國大陸市場非常大 很多的歐洲歐美的企業也要訪問大陸 為什麼呢 當然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來看看幾個 福斯汽車的執行長布魯默 已經在1月底2月之後 2月初訪問中國大陸啦 另外賓士集團的總裁呢 康松林也要計畫訪問中國大陸 好蘋果庫克他也要來3月 另外的輝月執行長也要來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今年還有很多商業的會議 3月底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博敖亞洲論壇 以及4月下旬的上海國際汽車工業展 這些都是 好說到的汽車以福斯而言 中國大陸它是最大的單一市場 市占率過去3年其實有下滑了5分之1 那就對於你來講真的傷很大 所以呢最近來看到這個蕭茲啊 去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 那也可以看到布魯默就是這一位 他其實福斯的CEO 他也有訪問中國大陸 對其實福斯基本上 跟中國的關係是最深遠 你早年去中國大陸的話 大概很多車子都是福斯的 福斯的車子 所以我覺得福斯對跟中國來講 應該是一個相互體系的關係 而且也是中國的老關係 那麼現在未來這個汽車 這是到底是誰能夠直扭耳 很難說了 中國的比亞迪啊 這些這個汽車都起來以後 而且進入了電動車時代以後 就很難講 對 而且歐洲是自己的歐盟定的是2035 全部都要電動起來 燃油的車都沒 對 所以你累積了百年的 所謂的這種 你這種燃油燃油引擎 然後你的傳動體系 這些東西基本上 都要被進入歷史的灰燼 新的電動車完全不同的結構 沒錯 完全不同的概念 然後這裡面還有很大的什麼 AI的智能的技術 在中國又是領先的 所以就是說 這些國家基本上我覺得 現在到中國已經不完全是看市場 而是要找合作的對象 那麼在這個電動車的領域 找到好的合作對象 像福斯的話就找到 找到了這個寧德時代了 那我想像福斯的話 基本上我記得他們的CEO 以前講過一句話就是說 電動車已經太晚了 基本上中國大陸 已經是走在世界的尖端了 那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尋求合作的合作時代 另外我覺得就是說 大陸的政策明確 也就是說它不會反反覆覆的 那麼改革開放從鄧小平開始 從來有很多大陸遭遇到內外 不管是政治經濟 尤其經濟的困難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改革開放可能會 會慢下來 或開放會 可是鄧小平在關鍵時刻 他那個南巡 就說改革是硬道理 一錘定音 這個不是對中國整個發展方法 而是整個在中國 有長期利益的外商 對他們來講 這樣的政策保證很重要 那現在說實話的話 你看大概不管是20大或19大 或者將來的我認為21大 基本上都會唱一個調整 改革開放的步伐 絕對不會停止 繼續走改革 沒有錯改革還有一個開放 開放很重要 那所以中國的政策 是這種持續性的話 我覺得 越持續性在困難中 越有持續的話 我覺得對於全球的投資者來 都是一個很正面的一個訊息 所以明年也不能說世界經濟 中國獨好 可是呢 你說今年吧 今年 歐洲的經濟 0.6嘛 好像是說 不要負的就好 負的 INF給他們的評的 都很長 美國是1.2左右 美國是來看到 我們這邊 我們有 美國來看到是1.4 英國是負0.6 日本1.8 中國大陸5.2% 另外來看到 其實高盛集團 早就已經調高中國大陸了 2023年四個季度 平均增速是6.5 對 所以 中國的經濟體 體量是17兆美金 對 它不是一個法國3兆 3兆你5點 你就是6% 又如何呢 對 對不起17兆 哇 那很多 17兆美元的GDP 成長率如果到高盛的 6.5 6點我們就6%好了 OK 不得了 那這個INF說 今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是 四分之一 25% 那對很多公司來講 可能對這個公司的成長 不是只有四分之一 可能對它來講 可能是50% 對 那它在面臨這個歐洲市場萎縮的時候 面臨美國市場停滯的時候 美國的消費力道不足的時候 到哪裡去呢 當然還是中國 對啊 而且這種大規模的投資 基本上你一定要有一個穩定政策的政府 對 那我們去年那個 那個德國的化工廠 巴斯夫 巴斯夫 在湛江 那幾乎是聽說有快110歐元 110歐元 非常大的 對啊 那你如果對這種 這種大規模的這種 所謂的實體投資 生產性的投資 那個一定要看好 它的整個回收 它可能要10年左右 如果對你的震驚情勢 它沒有辦法看到一個 比一個平穩的未來的話 它怎麼敢把錢放在這裡 沒錯 這也是我們這些年 沒有在台灣 沒有任何的大型的 外國投資進來的原因嘛 對 那中國大陸可以吸引這麼大的投資 我覺得就是說 對你這個市場是樂觀的 那對這個市場會樂觀 市場的穩定增長 背後一定是政治經濟體系的長期穩定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數字還有這個 產業的投資方向 錢往哪裡走 其實是有很大的指標性意義 它背後呢 有很多理性的估算 錢不是到處亂跑的 錢是往有希望 有賺到錢的地方去跑的 沒錯 其實我們講的非常多 政治上它有一些意識形態的 非理性的民粹 但是經濟它有理性的這一塊 也就是它要有 這個勢頭 有這個前景它才會去 所以我們的確來看到 國際信評機構都是這樣講 高盛 INF都是這麼說 中國大陸經濟非常好 那你美國的媒體怎麼又開始 這個邏輯我也看不懂了 就算我不是經濟學家 華爾街日報竟然說 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的復甦 怎麼樣 說中國大陸在2023年 對於全球通貨膨脹是最大來源 這簡單來說就是因為 中國大陸復甦了 所以會導致全球的通脹的來源 然後還說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居民消費會提升 所以堆高了中國大陸通貨膨脹 國際能源價格也上漲了 加劇全球的通貨膨脹 現在又要怪中國大陸了 另外 中國大陸去年經濟增長率3%的時候 美國你自己CPI也是最高階段 然後西方經濟學者是無視於 2022年經濟發展的局面 你現在就是抹黑中國大陸嗎 另外你美國才是全球輸出通膨吧 比如說最新的數字來看到 2月14號美國勞工部公佈呢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又來到了6.4% 增加了比12月增加0.5% 等於說你打壓通膨打壓半天 還是沒下來 所以廢的還有可能繼續升息啊 美國 美國你必須要知道 美國這個文化是好送的 好送就是喜歡打官司 打官司的時候 人在打官司的時候 都是第一個 都要推定對方有罪 然後呢 假設自己無罪 即使有罪的人 他也認為自己是無罪的方式 去跟你打這個官司 所以你現在去解釋 美國這種行為 就是一種訴訟文化的一種 很明確的一種 美國人非常好打官司 那打官司的時候 他會把自己保護得好好的 然後把他被告方都講得好 是罪大惡極 那最後可能他這個 有罪的一方可能也贏啊 對所以呢 事實上你看他現在這種 美國人這種 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 他就先把你抹黑 對然後他把自己的事情 他不講 他也保持保持silent 他不去面對 對他去講你的問題 用他的邏輯 推出一套你這些的問題 那邏輯上看起來 他是有推理的 可是呢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對可是 明年的事 今年的事誰知道呢 他就先咬你一口 先咬你說 你因為會經濟復甦 所以通脹都是你害的 對 可是我覺得現在美國 最不可信的就是他的媒體 所以媒體 有時候你要反的看 要不然你有時候就是 看看就算了 我覺得 你真的要看 就是說哪一個地方 經濟如何 政治如何 看不看好 還是看不看壞話 那你要看華爾街的 投資怎麼走 投資者 錢往哪裡走 你不要看華爾街日報 在那邊胡扯 華爾街日報跟華爾街 那些投資者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是覺得這些人 基本上美國現在發覺 真的這個國家 愛國主義教育 是最成功的 各行各業都是愛國主義 他強調的客觀理性公正 在一遇到國家 有設定一個 一個假想敵人 真正敵人 他就變成 再好的一個媒體的訓練人 他也變成什麼 宣傳機器 對就是propaganda 所以你看俄烏戰爭 那很多事情很少看到去報道 我之前看因為 就是說明明在烏東的戰場上 烏克蘭士兵傷亡很大 他們這個記者有照到很多 可是呢 烏克蘭的軍方說 俄軍被打得很慘 所以 可是美國就照烏克蘭的說 俄軍被打得很慘 所以我覺得都有立場 都有立場 尤其華爾街日報 我覺得是很有立場的 倒不如我們看華爾街那些投資者 怎麼看比較重要 真的是要看清楚 剛剛 大使講的這個 傷亡的人數 以色列的總理非常親美吧 他告訴大家 全世界的真相就是 烏克蘭死傷慘重 沒有像 這個西方媒體所說的這樣子 那麼英勇 另外再來看到 美國常常有一種邏輯 就說什麼 經濟不好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害的 你封控害的 結果中國大陸開放之後 你就說 又是中國大陸害的 但這個邏輯就被說很不通 另外來看到 韓國吃黃牌 現在擊捕破網 之前不是呢 對中國大陸 給人家黃牌等等 然後中國大陸進行抵制 好2月10號的時候就說 沒有啦 我們2月11號就要恢復 對中國旅客的短期簽證了 然後隔了一個禮拜 中國大陸也對韓的使館說 好2月18號 恢復南韓公民復華的短期簽證 意思就是 禮尚往來啊 你這樣子做 我們也這樣做 你要先開放 我們才要這樣開放 對 基本上大國 中國還是大國的作為 韓國這個國家就是 沒有那種輝紅的氣勢 對 那這個常會做一些 你會覺得 這國家到底離文明程度 怎麼還有這麼大的距離 給人家去掛牌子啊 什麼這種事啊 對 那中國大陸到底還是 還是我們這個泱泱大國啦 那本來你如果對我採取非合理措施 在外交上的話 我就是同樣的做法回敬 那現在的話 那你既然解除的話 那中國大陸看你不是 虛晃一招 你是確實有意 攀然悔悟吧 從善如流的話 那中國大陸也就開放了嘛 對啊 對 因為政府自己人民服務的嘛 兩邊的人民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當然是把這個 互相的這個旅行的這個 不必要的這種限制 把它取消是對的 對 沒錯 禮尚往來嘛 你這樣對大家 中國大陸也會反之的 抵抗了 我們應該要兩邊的 對 對 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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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